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的爷爷奶奶跟父亲也开始动摇 但是我是孩子的妈妈 只要孩子还有一口气在 我怎么可能放弃 因为多次的意见不合 最后离婚收场 只剩下我带着生病的孩子 感谢我的父母 在我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 是他们救了我跟孩子 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 孩子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面对治疗时候 欠下了巨额外债 以及后续每个月都需要的治疗费用 我不得不选择离开还在生病的孩子 来到天津找了一份医院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有了第二个孩子 经过全家人的努力 把这些外在终于还清 我在家休养的时候 在朋友圈接触到了微商 被这种诱人的宣传下 我以为这是一份既可以在家带孩子 又可以赚到钱的生意 于是便动了心 当我真正坐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并不是想象的那样 每次投钱拿货 看到一屋子的货的时候 压力瞬间就来了 为了尽快地把货卖出去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以外 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打包发货 培训袋里 可是从来都看不到钱 一直都是一屋子的货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实现自己的心愿 每当想到这里 我的心都特别的酸 其实早在两年前 就有人跟我推荐过美乐家 但是那时我被微商教育成 没有货你卖什么的那种观念 无法理解美乐家这种不同货的模式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经营 后来我被朋友圈所晒的 熊宝宝系列深深地吸引 主动办理了会员 开始体验产品 真正打动我的呢 其实就是公司给我发来的一条短信 我在做微商的时候 哪怕囤货是几十万 都不曾有过的这种体验 一条温馨的短信 让我觉得这是一家非常好普的公司 于是呢我主动找到我的推荐人 开始认真地了解这份事业 等我了解到美乐家 可以不用囤货 又可以累计 真正可以做到有钱又有闲的时候 我瞬间觉得 这才是我一直想要的平台 真正可以帮我实现 把老大接回身边的愿望 尽管家里还有一屋子的囤货 没有清空 我是当天晚上就决定了要转型 我开始大量的使用产品 听课见 这么好的产品 这么棒的事业 我想分享给更多的 我是来自郑州的黄书霞 我是两个孩子的宝妈 在我16年的职场生涯里 我都非常努力 我从一个职场的小职员 一路打拼到公司的高管岗位 可是我发现 我的日子并没有好上天 反而更加的忙碌 我女儿的整个幼儿园期间 我只去过学校两次 在她毕业典礼之前 早早地就跟我约定好 希望我能去参加 看她表演节目 我也答应她 然后准备早早地去 坐在最前面 给她拍视频 拍照片 可是非常不巧的是 公司那天 临时安排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是主持人 没有办法请假 会议结束以后 我就非奔到学校 可是整个操场上 已经没有人了 非常安静 我走到她的教室 里面只有我的女儿和老师 女儿撅着嘴 眼睛红红的 她边哭边说 妈妈说话不算数 那个时候我难过极了 跟老师寒暄了几句 我就再给女儿走了 那次回家的路 我感觉特别特别的长 一路上我都在想 这种忙碌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想要的自由 想要的时间在哪里呢 在我成为美德加会员 大概三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美德加家用 清洁系列的产品 真的非常好用 洗洗涮涮的 用起来非常方便 后来有一天 我在翻看 卖乡富足的时候 我看到了美德加 CDM的模式 和持续收入的概念 我当时就有些激动 我说 哎呀 这份事业挺好的 我再也不用成天 担心公司的业绩 也不用拿很多的 启动资金出来投资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安排工作时间 和陪家里人的时间 哎呀 我心里一直想要的自由 终于有机会实现了 当我看懂这些 我当时心里特别开心 我是来自 合肥宝定的赵晓恩 在经营美德加之前呢 我还进一家 淘宝女装清贯店铺 已经有12年了 我们进过淘宝女装 排名减20 双十一连续三年销售额 都是破百万 年销售额都是五千多万 看似好辉煌的数字 可是与我来说 是我常年 每天平均不足 五小时的睡眠 周末更是要四点起床 进货赶火车 火车那阵是没有动车的 是绿皮火车 通常都没有座位 我们只能坐在 两阶车厢的那个接缝处 那随身要携带硬纸壳 和旧报纸 虽然我们赚到了 之前远远不敢想的钱 但是我和我的女儿 基本见不到 我晚上回家 她已经睡了 我早上离开的时候 她还没有醒 买了大房子 雇了阿姨 可是阿姨和我女儿 在一起的时间 比我还要多 我记得有一年 我女儿的新年愿望是 希望爸爸妈妈多陪陪我 而我各种节假日 都不敢休息 因为不能耽误上心 作为公司主理人 我永远不敢停下来 每天有各种版面 需要我审定 工厂需要我沟通 巨大的压力 让我喘不过气来 2016年底 遇到美的家 当时因为想买一瓶洗衣液 而办理的会员 但是除了强效洗衣精 其他都没有使用 因为不知道 是否安全好用 偶然的机会 我突然发现 我朋友圈 一个蛮有实力的供货商 突然开始进入美的家 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 美的家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他连工厂都不开了呢 于是我就去问他 他告诉我说 现在做服装太辛苦了 投资大 囤货多 而且需要不断的更新和研发 而美的家呢 不投资 不囤货 而且时间上非常自由 他说的这些 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于是我开始多渠道的了解这份事业 各方面反馈回来的情况 加上我自己大量阅读课件 我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与此同时 我开始大量体验产品 慢慢的家人也都受益于美的家的产品 后来我又看到一个朋友 在微信群分享他的故事 他用一年多的时间累积了接近两千人的顾客回购网 虽然暂时收入还没有我淘宝收入多 但是他想放下手机就可以放下手机 该陪伴孩子就陪伴孩子 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 就这样 我决定立即开启我的美的家事业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仍旧要完成淘宝的所有工作后 才可以听课件 办理会员 有时候仍然要忙到凌晨两三点 虽然很辛苦 但是这次我不再焦虑 因为我可以很清楚的意见到 我什么时候可以放下淘宝生意 获得自我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东莞的颜艳平 09年 我跟先生一起开了一家服装批发店 那几年生意都很好 于是在11年迎来了我们的宝贝女儿 我一边开店 一边兼顾着照顾女儿 没想到2014年 我们的销量随着整个市场的低名 急剧下滑 最后我发现我仓库里面 整整一仓库的库存 为了清货 我们又开了淘宝店 陪孩子的时间 少之又少 我非常清晰的记得 曾经我送女儿去上早教课 当时老师告诉我 你要早一点来接女儿 因为她有一个演出 那一天顾客很多 我忙忘记了 等我想起跑到教室的时候 女儿同学的妈妈跟我说 你的女儿刚刚演出结束 她没有看到你 非常的失落 我清了以后非常的难受 我的女儿非常的懂事 有时候 我忙到凌晨回到家里 发现她竟然还没有睡觉 我知道 她是在等待我回来 我很想把货快点清完 把店关了 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 可是 看着这整整一仓库的货 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迷茫 这时我从朋友圈看到了 梅乐家事业的独特的CDM模式 这是我和老公都非常认可的分享经济 是大势所趋 于是我决定体验产品 通过我使用一段时间牙膏和漱口水 我的牙龈不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我觉得梅乐家的产品物美价廉 值得我去分享 于是我果断启动金 大家好 我叫于浩铭 大学毕业后呢 我进入了一家国际的物流公司 开始了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生涯 即便这份工作呢 我做了十年之久 即便呢 我也做到了部门的经理 可是呢 我也遇到了职业的天花板 这时候我的收入非常的有限 而且呢 好像老板也不这么待见我了 我那个时候心生倦怠 这个时候呢 我厦门大学的一个MB的同学呢 让我发出了邀请 希望呢 我能跟他一起来创办一家少儿的培训机构 由我来做职业的经理人 那我也答应了 那我没有想到的是呢 从此之后 我再也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了 那个时候我在想说 这是我想要的工作吗 我如何才能过上我想过的生活呢 2012年的3月份 出于对朋友的支持 我成为了一名美类家的会员 在深入体验大量的产品之后呢 我也成为了一名忠诚的顾客 其中呢 我特别喜欢一款 呵护我们女性健康的 蔓越美咀嚼糖片 后来我的推荐人告诉我说 我们美类家的事业平台 不需要大量的投资 不需要同货 那个时候我决定来兼职经营 我叫金卫凡 来自浙江金华 在传统行业打批很多年 因为互联网对此敌电的冲击 因为员工薪资的提升 因为商场扣点不断提升 服装行业遇到了瓶颈 也因为家庭的一些经济变故 一度让我的经济很糟 真的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 唯一的目标 就是寻找一条出路 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能够支撑下去 为了寻找出路 去不同的行业去了解 去考察 不是投资大 就是回报美谱 对我家来说 任何的风险 都已经承担不起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命运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与美乐家结缘 是因为家用清洁系列产品 尤其是洗碗筋 能有效清除碗碟上的物质 而且温和不伤手 因为喜爱的产品 我尝试去了解美乐家 原来经营美乐家 就是简单的帮朋友换个品牌 而且我的性格 也愿意跟朋友分享 这样的一个事业机会 来到我的面前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贫穷的经历 让我立志要出人头地 奋斗多年 我终于梦想成真 从一个农村娃 成长为电视台的 木制片人 就在我收入不断提高 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的儿子患上了 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 作为一个母亲 我只能在儿子熟睡后 在夜幕的掩盖下 放任压抑一天的泪水 尽情的长流 或许是我的努力 感动了上苍 有缘结识到一位民间中医 治疗了整整三年 我的儿子彻底痊愈了 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 认识了我的推荐人 在体验产品的当天 就被预测专家清洁剂打洞 难洗的水垢轻松去除 这么好的产品 当然要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是王静 大学毕业后 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 一干就是十六年 青春就在日复一日中逝去 很快我就过了三十二历的年龄 当我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时 一位老同事触动了我 他是我就职时带过我的导师 非常优秀和敬业 可是退休后的他 不得不到另外一家单位去打工 何老师 这么巧啊 你怎么来了 因为有限的退休金 无法同时维持 他的医药费和儿子上大学的费用 看到连过六旬的他 却不得不为了金钱 去整天忙碌 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看到他的样子 就如同看到了我的未来 我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无助 我在心里 安安的发誓 一定要改变 绝不能在这样的轮回中老去 2012年的7月 去新疆旅游的途中 同行的朋友 向我分享了 美了家预测专家清洁剂 那个时候 我儿子两岁 特别喜欢模仿 大人 肢体语言 整天在家里 倒腾瓶瓶罐罐 环保安全的家具用品 是我们迫切的需求 回到重庆以后 我立即成为了 美了家会员 推荐人 向我分享了 美了家事业 不用大量投资 也不会耽误上班的时间 就可以兼职经营 我眼前一亮 这不正适合 没有资金 没有门路 和遗迹之长的我吗 大家好 我叫李斌 由于小时候 父亲正途的突变的话 让我的家境 一下子一落千丈 我和弟弟上学的时候 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这一切让我下决心 我一定要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以后 大学毕业以后 我通过几年的努力地打拼 终于做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可以给孩子更好的学校 让他们住进更舒服的房子 就是没有时间陪伴他们 后来我想开始创业吧 也许会有更多的自主时间 没想到创业以后 反而让我更加的烦满 有一天 女儿对我哭诉说 妈妈 我不需要好学校 也不需要大房子 我只需要妈妈 你在我身边 那一刻我心里好痛 2005年 我在香港 认死了美奈家 通过朋友的介绍呢 我开始使用了几个月的胶原蛋白隔位饮料 我发现我的皮肤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推荐人告诉我说 美奈家的产品续定率很高 持续收入不仅可以让我获得财富 而且还可以让我安心地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这直接寄中了我内心的痛苦 大家好 我是张诗诚 我来自于江苏常州的一个经商家庭 从小父母创业的不义 我都看在眼里 记得有一次爸爸搬货 手流了很多血 妈妈只是简单地包扎一下 然后爸爸继续忍着痛干活 那时候还在读大学的我 看着眼泪直流 于是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快快长大 自力更生 大学毕业后 我从事了微商行业 当时一呼百应 即创建了自己的微商团队 但是那时候 由于身体超负荷的工作 每天忙到凌晨三四点 身体报瘦到只有八十斤 随着微商行业 越来越多的囤货 假货 串货的弊端暴露 我发现这份事业 无法长久地进行下去 我和我的伙伴的付出和努力 根本留不住 在其他机会的时候 我遇到了梅乐嘉 越是体验产品 越是被产品打动 特别是茶树精油 能够温和地舒缓皮肤 在深入了解后 我被这份安全可靠 人人可为的事业 深深打动